有吗 所以 你你们到这边来上课算近还是远 算近 我就一直觉得 参加社大的这些同学跟这个 老师 还有这个其实社大的这些伙伴 非常不简单 因为你 你是学习是你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把你的 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时间拿来做这件事 那要经营社大当然也是非常不容易 就 如果你有参与到学校的行政你会知道 社大的经营真的是很不简单 尤其当你要兼顾这个 有教育的功能的话 他就更困难 因为其实 讲到你的心声 其实那个 我们如果是比较软性的课程会比较受欢迎 像 我们乡下特别明显 就 土峰湖或者是一些 热门的舞蹈 有一些 余加油 洋运动 这些都很多人 而且会 爆满你知道吗 超过那个 黑收的学生认识 那像 我那个课 之前在社大开的时候 那有个社大开的时候 大概多十几个 了不起十几个就很多 所以 新安的课程有很多的 包括说要有一些 环境的 议题的课程 或者是一些 社会议题的课程 那会想要去主动去学习的 其实很不简单 那所以 学生在经营的时候又要把这个 财政要是没有平 然后又能够兼顾到说能够有教育的功能 其实很不容易的见识 我们在 社会的一些议题上有的时候我们会去参与 就包括说那个时候 国旺石化 要兴建我们就觉得 不同意那样子的一个 决策 所以我们就去环保署里面去参与那个抗议的演出 那个时候我们 写了这样的一首歌叫 马祖鱼不试鱼 马祖鱼为什么不试鱼 马祖鱼是什么 有人知道马祖鱼是什么吗 请说 白海豚 白海豚对不对 好 白海豚是这个 好像是我们这个地方 台湾海峡里面特别 特别有的一种 动物 那 他长大以后他不是白色 他是粉红色 那 这个台语叫北海底亚 那国语叫马祖鱼 为什么叫马祖鱼 为什么叫马祖鱼 白海豚为什么叫马祖鱼 应该是跟马祖鱼有关的啦 好像是那个鱼带着那个鱼鱼 鱼船 回到港口 能做宝鱼 能做宝鱼这样子 对 有一些好像是神机 互送他们回来这样子 好 那 这个是我们比较浪漫的想象 其实这个对这个 鱼民来讲的话 他们不见得很喜欢拜海豚 因为那个 有时候拜海豚都会偷吃他们的那个 鱼网里面的那些鱼嘛 那可是为什么说 我们 会去想要保护他 第一个是他 其实就 都瀕临绝肿 第二个是其实在这样的一个 环境里面 其实他 他的存在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对我们环境的 一个生态圈来讲的话 如果说拜海豚能够活得很好的话 至少说 我们人类 在吃这些海底的食物的时候还有一些 我还知道说是这个 污染还在指标的 在某一个 指标程度以上 所以我们 会找一个代表 我们想要做一个生态圈 或者一个生态系的维护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说我们就整个 整个我们想要去维护他 就找了一个代表出来 好像是一个 那马祖瑜他是被 重视 所以我们就写了这样一首歌 那 也让大家想一想说到底 马祖瑜在这环境里面 我们跟他的关心是什么 那我们可以 做一点什么 这样子 好 我来听看这首 欢迎订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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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